赵丽颖从生子一直到出院,在冯少峰公开了之后不出意外的背诵,上热搜榜首几个话题轮流着霸占了头条,却完全没有达到当初公开恋情时的热度,引爆了微博后台服务器的夫妇俩在长期的上头条后让网友习以为长。 不仅没有让这个话题达到预期的热度,在生子官宣后反而还让长丽颖在路人口碑上有所下滑,屡屡否认后又官宣,让网友开始吐槽否认,二字果然一文不值。 赵丽颖这几个月来的作为尾时有些让人费解,有怀孕传闻,兴起时她已批刹自证,公开婚讯后被偶遇灌目,应用品电视粉丝亲自下场澄清媒体,传言预产期在三月后来自各界的否认层出不穷。 也不知道如今赵丽颖要如何定义这个注水瓜的存在感,网友没吃坏肚子反映自己败坏路人员。 与赵丽颖的遭遇恰恰,翻的是冯绍峰在结婚前后逆转的大众好感度,最初大多数网友都觉得冯绍峰和赵丽颖并不般配。 一个是国民赌铺刀切飞温甚少各剧中的角色为赵丽颖本人天上了不少好印象,励志的经历也让草根少女多了一层光辉。 而冯绍峰恰恰相反,这些年来从未停止过恋爱,绯闻对象也不胜美举。 出演电视剧的水准逐年夏华富二代的身份没有成为亮点反乘负累。 比年龄还深的刺原必让粉丝们很难接受这两人恋爱的现实。 再一听到他们已经结婚的消息,大多数人都不太看好,其中也包括赵丽颖帝粉丝们然而在知否知否。 因是绿肥红手里这两人的刺原必就被慢慢打破了,也不知是该感谢顾廷恶这个角色太讨喜。 还是得益于剧中夫妻的互动太可爱。 冯绍峰的路人员在这部剧播出后水涨船高。 冯绍峰在知否过后将顾廷恶的人物光环也带到了生活中宠奇又单单无微不至的老公形象深入人心。 同样颇有代入感的剧情还有关于赵丽颖的婆媳问题。 深究赵丽颖和冯绍峰的路人员逆转现象和他们之前的个人形象倒是没太大的关系。 早年间杨幂和刘凯威的婚姻也受到了粉丝的怀疑。 这么多年过去,在路人心中两人的形象倒是一起逐年下滑。 网友的路人性质使他们并不热衷于长期的在某一个明星的话题下助手而从恋情公开之前开始。 到后来一遍遍地否认网络上的传闻赵丽颖都站在网友直面的第一线没有太多存在感的冯绍峰从中得意。 大多网络上的讨伐都落到了赵丽颖身上使她被冠名为新一代的炒作女王。 在结婚生子面前临时下陷了业务能力的赵丽颖一举一动都太紧, 笑顺为一边是割舍不下的事业心,一边是无法逃避的家庭生活一度存在感态强的赵丽颖收获得结或是得其反。 由此可见你明星在家庭与事业面前难以抉择的恐慌。 如果不否认也不官宣赵丽颖这些年来苦苦经营的存在感可能不出十月就慢慢消散。 没有热度的明星又有几个投资商能力演想大意。 从新浪伯克的巨头到苦情剧的女主角姚纯的泄露就在五年的家庭生活里大逆转。 放心事业这个想象在很多女性面前更是不劣入考虑范围内, 即便赵丽颖在一日日的否认中赢的反感, 但她也会把自己的风格坚持下去, 不出两月就可能复工的赵丽颖本质上也许并不爱炒作, 只是行业环境使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